这一期我们来说一下晋国的世纪传递 所谓华夏文明看春秋 春秋大义看晋国 晋国的历史真的是波澜壮阔高潮迭起 不过因为我们之前在其他期里面 已经讲过了很多相关内容了 比如说童叶封帝 取卧代义 进门宫称霸 以及晋国诸青发展史等等 所以这一期基本就是在国君的角度 来做一个简单的窜接 并且补充一点点的细节 周成王时期唐国叛乱 周公将其剿灭之后 被成王将唐帝封给了自己的弟弟书渝 也就是童叶封帝的故事 唐国被周公灭之后并没有绝世 而是被改封在了湖北随州一带 所以在吴楚争霸的时候 你会发现又出现了一个唐国 并且是与蔡吴两国一起法楚 还差点灭了楚国 但是第二年这个唐国就被反扑的楚国给灭了 不过书渝的这个唐国并没有持续太久 等到书渝的儿子谢在位的时候 不知道是迁都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将国号从唐改成了晋 从此开始以晋侯相称 接下来的这几位就没什么内容 我们直接拉到晋木侯这里 他娶了齐国的僵尸为妻 为自己生了两个儿子 生大儿子的时候打了败仗 所以叫仇 生小儿子的时候胜了 所以叫成师 大家都说取这样的名字不吉利 果然之后就出事了 大儿子仇并没有直接几位 而是从叔叔这里躲会的军威 也就是晋文侯 之后赶上了全容之乱 周平王东迁洛义 晋文侯杀掉了与周平王病例的周邪王 为东周的和平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是自己家却开始乱套了 晋文侯死后是儿子晋昭侯上尉 可能是迫于某种未知的压力 一上来就把叔叔成师碰在了曲沃 但叔叔成师的野心却在于整个晋国 因为此时晋国的都城是义 所以之后上演的 为期六十多年的跌宕起伏的大戏 就叫做曲沃代义 整个过程简单来说 就是曲沃这边通过三代人的 坚持不懈的努力 干掉了义这边的五代人六位国君 曲沃这边的武功 最终成了整个晋国的武功 这样的一个小中取代大宗的事件 可以说是严重影响了晋国之后的走向 比如说晋武功的儿子晋献功时期 就为了防止这样的事再次发生 将桓叔和庄博的后代 全部杀死或者驱逐 然后可能是为了更好的消除这些势力 还将都城从义迁到了将 关于晋国的都城 主要是曲沃义和将 但是具体的位置 以及具体的变迁过程 我是搞不太清楚的 估计也是有一些争议吧 大家就暂时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个上面了 反正这几个地方离得都不远 中士力量的衰落导致了斯大夫的崛起 这也就为晋国的分裂买下了忽必 不过这都是很久之后的事了 当前对晋国的影响还是比较正向的 因为这些士大夫们可是比中士子弟好用多了 只要基地到位了 有事是真上 而且人才也相对来说要多一些 所以这段时间晋国的综合国力 是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而晋献功对这些人也确实是大方 比如说公元前691年 晋献功一口气灭掉了霍 梗 魏 就把梗赐给了为自己驾车的赵树 把魏赐给了车友的B1 这也就是日后赵魏两国的起点 据说在晋献功战备期间 并国时期 福国38 而除去上面的一年灭三国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应该就是 甲鱼灭国这个经典的案例了 以上的这些征伐 就为日后儿子晋文公的城堡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此时距离晋文公的上位 中间还隔着好几位君主 晋献功蒸发黎荣的时候 娶了黎姬姐妹 黎姬又为自己的儿子谋划 这就导致了太子深圣被杀 崇尔和义武出逃 等晋献功死后 大夫巡旗接连用力了 黎姬姐妹的儿子 琪琪和卓子 但是都被李克所杀 之后则是在秦国的干预之下 迎接了出逃的义武回来继位 也就是晋慧功 晋慧功继位之后呢 开启了一系列的操作作 一方面对秦国各种背心起义 一方面派人来杀出逃在敌国的崇尔 崇尔不得已离开敌国 继续开始了他更加曲折的流亡之路 晋慧功死后 从秦国逃回来的人至太子羽继位 也就是晋怀功 因为秦国对这个晋怀功的出逃非常不满 于是就去楚国将已经流亡之死的 崇尔晋慧功 并且帮助其登上了国君职位 也就是晋文功 晋文功继位之后 一方面帮助周相王平定了王子戴之乱 一方面击败了强大的 被当做蛮夷之国的楚国 完成了所谓的君王养衣 成为了继齐宽功之后的 又一位实至名归的霸主 不过毕竟晋文功的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他的霸主生涯还是比较短暂的 公元前628年 仅仅在为了8年之后就去世了 由儿子晋香功继位 先功上位的这一年 郑国这边的郑文功也死了 国内就有间谍安同秦国 秦目功决定趁此机会动阔 就派人去偷袭郑国 但是走到华国的时候 被一个牛患子咸高给机制化解 秦军打了一把划过之后 就准备返回了 但是在返回的路上 被晋军在小地聚集 秦军全军覆没 八主地位也在 晋香功的身上对一延续 公元前622年 晋国的赵崔 蓝芝 仙血菊 虚臣等重要人物全部去世 晋国的政坛面临着一次打换血 具体过程可以参考一下 晋国住青发展史这一期 结果就是第二年 晋香功去世之后 赵崔的儿子赵顿 登上了晋国的历史舞台 独揽了晋国的朝政 年轻的晋香功的儿子晋灵公 就基本成了摆设 比如说公元前623年 晋国组织的新城会盟 就是赵顿代表国军去参加的 虽然春秋这本书 很不高兴地把赵顿排名在了最后 但这也无法否认 赵顿才是会议的主角这一事实 晋灵公虽然不是啥好人 以花是啥人为乐 但是对于赵顿的独裁 以及干涉自己的活动 都是意见越来越大 公元前607年 晋灵公派一个叫雏尼的去刺杀赵顿 结果这个杀手不太冷 发现赵顿居然是一个贤臣 不忍杀害 又不想美抗军命 干脆就自杀了 之后呢 晋灵公又在一次酒会上 想要杀了赵顿 但是被赵顿逃脱 这个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受赵顿的影响 他的足利赵川将晋灵公杀死 并且迎回了赵顿 赵顿之后就派赵川去周王省大院 迎接了晋仙宫的弟弟黑豚 回来继位 也就是晋成功 成功在位的时间比较短 只有七年 而且也基本是一个傀儡国军 权力还是掌握在赵顿的手里 等到公元1601年左右 一代全臣赵顿终于是去世了 但是也仅仅是第二年 晋成功就跟着去了 所以基本算是没准备亲政了 接下来是由他的儿子晋景公继位 晋景公在位期间 主要是三件大事 两次的对外战争 一次的内乱 第一次战争呢 是公元前597年 晋楚之间的壁纸战 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 失败的原因 从外部看的话 是对手楚庄王正处于巅峰状态 而从内部看 是晋国内部还没有磨合出 一套比较团结的领导班子 正清巡林府 可以说是毫无威信可言 不过这场战役 晋国虽然是战败了 但是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就是楚国的连眼香老战士 他的著名媳妇下级再次的收获 之后是被楚国的深宫无尘 算计到自己的手里 并且双双去了晋国 但是深宫无尘留在 那楚国的家人们却倒了美 被楚国灭族 这也就激起了他的复仇之心 他就主动向晋景宫 听出要去出使吴国 并且在那里扶持了吴国 作为晋国对付楚国的一个代理人 这件事对整个东周的格局 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第二场的意义是对齐国的安置战 这一次晋国大获全胜 齐国君主齐庆宫都差点背负 第二年齐庆宫来朝见晋国的时候 还不怀好意的要尊晋景宫为王 晋景宫当然不肯接受 他极力推辞 但是在军队的剑制上 晋景宫却开始向王看齐 直接做了六军 在这个版本的春秋五霸里面 晋国一国就占了四个习位 除了晋文宫晋香宫这些俩 以及之后的晋道宫 剩下的就是当前这个晋景宫 不知道这样的评价 是不是和他做六军有关 以上是两次战争 还有一次内乱 就是著名的下宫之难了 也就是被认为是 史记所虚构的赵氏孤儿的原型 简单来说就是赵硕的这个媳妇 和一个叔叔私通 然后杀死了另外两个叔叔的故事 相关的电视剧估计都是看过的 然后既然赵氏孤儿 这个故事有虚构的嫌疑 这里就先暂时不展开讨论了 公元前5月81年 晋景宫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噩梦 他醒来就召见了一个巫人 巫人掐指一算 说你可能吃不到今年新收的麦子了 之后晋景宫就病倒了 等到6月份的时候 晋景宫想要吃今年的新麦子 厨子煮好了端上来的时候 晋景宫突然想到了之前的那个巫人 心想老子这不是吃上了吗 你这算的也不准啊 就把煮好的新麦子给乌人看 并且将其杀死 然而等到晋景宫刚要吃的时候 却突然肚子疼就冲厕所 结果就跌进厕所里面死掉了 话说当时的君王也上这么危险的厕所吗 算了还是不讨论这个有味道的画面了 单说这个乌人死的是多少有点冤枉的 晋景宫死后是儿子金利宫继位 他在位期间的重要的事是一次战争和一次内乱 战争是孟元前575年与楚国的燕陵之战 楚国大败晋国再次都会霸主地位 如果按照这个战绩 把金利宫算成霸主也是可以的 不过这位金利宫却内多宠臣 甚至是因此而死 应该是给自己减了不少的分吧 金利宫的宠臣之一叫旭同 旭家也是晋国的十一世家之一 是和从而一起流亡的旭臣的后人 等传到旭克的时候 被戏士以精神病为由排挤出了重情之列 而此时戏士的权势在晋国更加的膨胀 甚至有三人同时为情 这也就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了 包括金利宫本人 也包括当时的正清鸾叔 当然也包括这个旭家的后人旭同 于是旭同就联合了这些势力 打算除掉戏士家族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过程非常的顺利 因为这个戏士家族还是比较忠诚的 并没有想要反抗君主的意思 但是这件事的危险性 对于金利宫以及旭同来说才刚刚开始 除掉三戏之后 旭同打算继续干掉当时的正清鸾叔等人 但此时的金利宫却突然有了富人之人 说一旦杀三清寡人不仁业 结果兰叔等人却比较忍心 他们反过来将金利宫以及旭同等人全部杀死 之后正清鸾叔想要向他的前辈招顿之敬 也是一模一样的去周王室迎来了一位国君 也打算将其作为傀儡 自己独揽朝政 结果兰叔却看人不准傀儡们迎来 迎来了一位祖宗 这位祖宗叫周 这一年只有14岁 本以为是一位比较好控制的小孩 但在就职之前 他就给来迎接他的大仆们发出了灵魂拷问 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当这个国君 既然你们打算用我的话就必须听我的 否则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大夫们联邦说 群臣之怨也敢不为命是听 就这样这个14岁的拼拼少年 成为了霸主之国晋国的新主人 也就是晋道公 之后晋国正是在他的带领之下 走向了晋国国力的巅峰 但是如果落实到具体的世界上的话 好像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 比较有名的一件事就是 未见何隆敌 稳定了晋国的后方 让晋国在维护霸权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顺畅 之后晋国在八年之内九和诸侯 振齐 涉勤 匹楚 天下不能与之争衡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有诸位的君主 却英年早逝 去世的时候只有29岁 之后是由儿子晋平共计位 这位君主如他的嗜好一般比较平庸 在为后期就开始大兴土目不利正式 也正式从他开始 晋国的军权开始走了下坡路 公元前544年 吴国的记达出使晋国 在与赵武 韩起和魏书交流之后感叹 晋国之政如归此三家而已 不过这种预言很有可能 就是后代人的村长互惠了 怎么可能这么准 毕竟这个时候 随着乱营之乱的论目 晋国才刚刚进入到了 经典的六星时代 也就是韩 赵 魏 智 范 中韩六甲 等待他们的还有六金四和四金三 两场绝逐呢 公元前532年 晋平共过完了他平平淡淡的一生 由儿子晋昭共几位 上一期讲中山国的时候 说晋国灭亡中山附近的 骨和肥就是在这个期间 而南边的楚国灭陈菜 以及复国陈菜也基本是这个期间 不过晋昭公总共的 在位时间只有五年 所以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 公元前526年 晋昭公去世 由儿子晋请公继位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 国君就基本已经没什么内容了 都是下面的六星在数了算 比如说鲁昭公被三环逼走 从骑过来到晋国的时候 鲁国的祭瓶子就贿赂了晋国的范献子 使得鲁昭公最终是没有能够 借助晋国的力量回国复位 最终克死他乡 另外为了进一步的削弱公主的力量 公元前514年的时候 六星又灭掉了公主 齐氏和杨舍氏 这个杨舍氏呢 还有一个著名人物叫杨舍西 是著名的政治家 与郑国的资产 和齐国的燕英是齐名的 更有意思的是 他的岳母就是大明帝令的夏姬 公元前512年 晋请公去世 儿子晋定公继位 他在位期间最重要的事 就是范氏中杭氏之乱 最终两家出局 晋国的六星变成了四星 此时南方的局势变化 也是比较明显的 晋国曾经扶持的代理人 吴国强势绝起 并且差点灭掉了楚国 接下来又难打越国 北提齐国 甚至还跑过来与晋国争锋 最终是在皇时会盟的时候 被越国偷家而告终 看来扶持代理人 也是比较有危险的 公元前475年 晋定公去世 但很明显他的存在 一点也没有让晋国的局势稳定 甚至是愈演愈烈 等到公元前458年 四星韩赵魏智 就瓜分了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 此时晋定公的儿子晋初公 因为不满四星的这一行为 就不自量力的想要讨伐四星 结果就捕了鲁国的鲁昭公的后尘 也是被四星公打 然后出逃去了齐国 在史记里面说的是 初公奔齐 盗死 不知道是不是死在路上的意思 之后则是由智氏立了 晋昭公的争孙 也就是这个晋埃公 不过在逐初纪年里面 晋初公是死于 韩赵魏三年打败智博之后的事了 并且之后继位的是晋昭公的孙子 叫晋晋公 其实在接下来的这些国军里面 也是有着非常大的出入的 逐初纪年里面 从这之后是三位国军 分别是幽公 猎公和王公 和史记的版本就区别比较大了 关于这些争议 鉴于我们只是普通的历史爱好者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去纠结和关注他 反正这些国军在位的时候 晋国就只剩下了将和曲卧两地了 这个国军充其量 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 所以就爱谁是国军 就谁是国军吧 晋国已经基本可以宣告灭亡了 不过还有一些手续需要办理一下 公元前403年 周王室正式的册封了 寒昭卫三家为诸侯 此时的晋国正式的一分为四 公元前376年 三家再次的瓜分了 晋国剩余的两成 存在了600多年的晋国 就彻底灭亡了 这里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地方 就是三家是怎么分这两个成的 大概率上应该是用 其他的土地进行交换的吧 不过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研究 就看看评论区 有没有人能帮助回答一下 因为之后我们要讲 寒昭卫三家的时期了 所以这里我们再花一点点的时间 来说一下寒昭卫三家 灭智博的一个具体的过程 智氏的智宣子 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 选择了智瑶 然后族人智国说 智瑶有五个优点 什么长相高大 善于其设 才艺双全 能言善辩 坚毅果敢等等 但是却有一个比较致命的缺点 就是不仁 如果立了智瑶的话 智氏一定会灭族的 但智宣子没听 智瑶当中之后 果然是不这么人意 在与韩康子 魏环子等人的宴会上 戏弄了韩康子 以及他的家乡断规 包括智瑶也还曾经侮辱过赵湘子 说他这么丑 赵检子当初怎么传媒给了他 当然这句话呢 还没有找到出处 所以也来顺便请教一下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出处的 智瑶的家臣 听说之后就告诫智瑶 说你不提防招来祸患 祸患就一定会降临 智瑶说 人的生死祸患 全部取决于我 从此开始 智瑶就愈发的嚣张跋扈 之后他为了削弱 韩兆魏三家 就找了一个理由 开始找三家要帝 先找到韩康子 韩康子不想给 嘉诚断规说 要给要让他更加嚣张 然后又去找魏环子要帝 魏环子不想给 嘉诚任章也说要给 要让他更加的嚣张 智瑶最后是找赵湘子要帝 我在想如果赵湘子也给了的话 是不是智瑶就彻底嚣张起来了 然后据东周六国志记载 如果当时三家都给了的话 他就会改口要更多的地 结果这一次碰到了硬查 赵湘子说啥也不给 智瑶大怒 就率领韩魏两家来攻打赵国 赵湘子问大家 我们要去哪里 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呢 随从说去长子还是长子 这里又近 城墙又完整坚固 有人说去邯郸 邯郸的府库充实 但最终赵湘子选择了去晋阳 其实这个选择 老早之前 他爹赵简子就已经给他规划好了 当初赵简子让一个叫尹夺的来管理晋阳城 尹夺问是要用来收刮财富呢 还是用来作为自己最后的保障呢 赵简子选择了后者 于是尹夺就在那里轻摇伯父 收拢民心 赵简子知道了之后就对赵湘子说 一旦有什么危险的话 千万不要觉得尹夺的地位不高 也不要嫌晋阳路途遥远 这里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智、韩魏三家将晋阳团团围住 进攻宿主之后 智瑶又饮水观晋阳城 城内几乎是一片汪洋 此时城外的智瑶智德一晚 他说出了一句非常愚蠢的话 他说今天我才知道 谁也可以亡国 说着无意 听着有心 魏桓子就用胳膊碰了一下旁边的韩康子 韩康子也用脚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 两个人形成了一次默契的交流 因为两人突然想到了 自己家门前也是有盒的 两个人虽然是没有太大的反应 但是微表情却出卖了他们 一个叫西茨的人就对智瑶说 韩魏两家肯定要反叛 智瑶说你怎么知道的 西茨说 晋阳城指日可破 韩魏两家不仅不高兴 还面对忧愁 他们一定觉得下一个危险的就是自己 第二天智瑶就把这些话 说给了韩康子和魏桓子 二人表了下决心 说自己不会这么干 出来的时候刚好是碰到西茨进来 西茨就问智瑶 主公为什么把我说的话告诉了他们 智瑶惊奇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西茨说他们看见我之后 行色匆匆 一定是我猜透了他们的心思 但是智瑶并没有就此而怀疑韩魏两家 西茨知道智瑶一定会失败 就去了齐国 此时的建阳城内 潮居而处 悬浮而吹 财势将近 势足并雷 已经很难坚持下去了 赵湘子就派张梦潭出城来见韩魏两家 其实道理已经不用讲了 三家都明白这个厉害关系 所以就马上达成了一致 夜里赵湘子派人杀掉了智瑶的首帝官吏 大水返向淹了智瑶的军营 然后韩赵魏三家一起出动 击败了智士并且杀死了智瑶 赵湘子能够坚持三年并反败为胜 选择对了晋阳这座大本营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晋阳是赵家的龙兴之敌 令人感慨的是 一千多年之后 晋阳却成为了赵家另一位名人 赵大赵匡胤的心腹大患 最终赵二赵光义打下了北汉的晋阳之后 一怒直下将这座奸城复制一句 同样的赵家 同样的晋阳却是不一样的缘分 智瑶死后 有一个人为了感谢他的治愈之恩 极度自残去找赵湘子报仇 但是几次都没有成功 最终被赵湘子抓获 这个人就是豫让 赵湘子很不解 说你不是也曾经在 范氏和中行氏的家里任职吗 怎么没有见你替他们报仇呢 豫让说 范氏中行氏是以众人于臣 存故众人报纸 智博以国事于臣 存故以国事报纸 赵湘子感叹于豫让的为人 就把自己的衣服租给他 豫让刺了三件 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然后就自杀而死 为后世留下了 世卫知己者死的这样一段假话 好那么关于晋国 我们就先暂时讲到这里了 下一期我们来说一下 赵国的实习传递